说到规划求援这件事情,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很多年前,在中国足坛就有提出这样的建议和想法,当时却难以被大部分人接受。 人们普遍认为,这样的规划难以实现是在B型的规划政策,但最近,有消息称,前阿森的球员言纳里斯将于国安东迅之前加盟北京国安,不出意外的话,他将于一月份来到国安,如果成功的话,他也将成为中超规划球员第一人。 严纳里斯和亨利同时国安规划的球员还有后永永,目前是挪威籍球员,他们的规划手续一直在有条不紊的,进行在中超联赛结束后几天。 就有球迷一次看到,严纳里斯来到位于公体的国安俱乐部进行洽谈。 国安总经理李明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目前,国安的规划球员进展顺利,我们很幸运找到了这两名出色的球员,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。 进展还是很顺利的希望,能够加快推进此事最终在注册期内完成签约。 除了这两名球员之外,效力于莫斯和中央陆军的中越混血李腾龙,也有很大可能加盟国安。 在今年夏天,李腾龙已经正式代表中国国庆队完成出场李腾龙这样看来,国安似乎在规划球员这条路上,走在了前列足协也表态会尝试规划球员的政策。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,那就是在球员规划方面首先立足的一个点就是, 意向规划的球员,首先要在心理上有归属感,愿意在更改国籍之后,抱有国家荣誉感出战。 如果仅仅是为钱,为您这样的规划操作,其实是毫无意义的。 规划球员的水平如何之前提到的严纳里斯,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足坛规划第一人,来自阿森勒清训的他, 将在明年一月份正式加盟北京国安,下赛季披上绿色战袍,如果真的被规划, 他可能会成为了中国足谈话时代的艺人。 严纳里斯今年25岁,他的母亲是广东人严纳里斯,出自阿森纳清训,曾以队长身份带队,拿下青年联赛冠军,入选过U17、U18、U19俱乐部。 目前效力于英冠联赛中的布伦特福德,能够担当球队后腰和边后背的位置。 曾经在2011年为埃森纳出战过三次可以说,实力还是有的严纳里斯的加盟,将为国安中后场提供更多的搭配,和选择此外他出色的个人能力。 也足以让施密特将他安排进主力阵容当中,另外一位就是侯永永。 1998年出生的他,今年也才20岁侯永永的母亲,是河南洛阳人其父施诺威人。 在侯永永10岁的时候,受邀参加了由曼联举办的世界金属大赛,从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名参加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,并且是唯一一名获得第二年奖学金的球员, 此前这个奖项,贝克汉姆13岁的时候也曾拿到过。 侯永永目前的侯永永在挪超联赛校里,虽已经移民挪威将近20年,但他的母亲会经常带他回到洛阳老家,因此侯永永的中文水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 可以用流利的普通话做交流规划球员好,还是不好短期来看,其实都难以评判的,但一个事实是足球运动员的规划。 ögoned 我觉得现在还要理问我最经论的速冰过后, remo实无以外来看, 因为这 리и章与其情歌拐开,